哈喽大家好我是水哥 玩手中有很多英雄的大招是具有回血效果啦 那么你知道哪位英雄的大招回血最强吗 今天我们就来测试给大家看看 首先我们拿扁鹊来测试 我们先给扁鹊点满五层被动 然后准备开始测试 可以看到扁鹊示范大招后得到两次回血 总计回血量是1252 接着来看曹操的大招回血效果 曹操大招是血量越低回血效果越好 所以我们尽量将曹操血量控制最低来测试 可以看到曹操的回血量是1442 比丙确高了不少 下面来看看杨玉环 杨玉环的大招不仅可以给自己 还可以给队友回血 那么杨玉环的表现会如何呢 我们来测试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测试结果为1491 我们切换被动 再来看看杨玉环大招的回血效果 结果一样还是1491的血量 接着来看看蔡文姬 蔡文姬可是出了名的奶妈 那么她的大招回血效果有多强呢 我们来看看吧 蔡文姬大招持续给自己回血了9次 每次都是231 总计是2079的血量 奶妈的称号真不是白教的 接着来看看陈咬金 陈咬金大招是很多玩家非常讨厌的 每次都是看到她残血 然后一个大招就满血的跑了 那么陈咬金的大招回血效果如何呢 下面来测试看看 陈咬金大招一共回血14次 回血的量会随着血量增加而减少 最终总计是6199的血量 这回血量还是非常恐怖的 当然还有比陈咬金回血更恐怖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她是谁了吧 没错她就是大桥了 大桥的二技能不仅能瞬间回血还能回篮 可以说大桥的回血技能是峡谷里最强的了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吧 那么小伙伴 如果你有什么想让伟哥测试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